很难想象到 拥有超多生物和超多物品 还适合生存模式的龙骑士模组 居然是免费的 可以驯龙骑龙 还可以发射特效炫酷的技能 呃朋友们好啊 我是小然 那么今天的话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网易免费模组合计 之前视频当中呢 就有人给先生留言说 让先生推荐一些适合生存的免费模组 那么今天的五款模组的话 都是超级适合生存模式的模组哟 尤其是最后一款 真的是太良心了呀 视频开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上期视频的点赞量嘛 大家的话也是很给力啊 点到了1300 就差200就可以完成目标了呀 那么本期视频的目标呢 依然是1500 点赞更多更新愉快好吧兄弟们 今天的第一款免费模组 创意出现价的木筏生存 获取方法 限时免费领取 不需要任何的绿宝石和钻石 直接可以下载 好 我教会啊 这个模组真的很良心啊 而且的话适合和伙伴一起联机玩耍 进入到游戏之后呢 我们会不会传送到一个周围全是大海的地方 在我们的脚下呢 只有一片非常小的一片木房 我们可以通过水上的鱼叉 来收集海上漂浮的各种物资 当然哈 我们也可以亲自下海去收集物资 不过的话是有个时间限制的 泥土呢 我们可以潜在海底 挖上来的话就可以种树了 不仅有饥饿值 还有口渴值 这样的话大大的提高我们的游戏难度 咱们呢可以通过这个喝水 来回复这个口渴值 有很多消费就问了 哎 这个明明是不乏求生呀 为什么没有鲨鱼呢 这个鲨鱼的话 作者也说了 正在制作当中 过几天之后呢 就会登场免费的破展包 总的来说呢 这个模组非常的不错 适合生存 带上自己的小伙伴一起来进行一场 无法求生 过几天就得收费了 大家快去免费领取一下 第二款免费模组 龙骑士自定义联动版 好家伙呀 这又是一波大被刺呀兄弟们 买了这款模组的小伙伴 可以弹幕扣个一 没有买的小伙伴可以扣个二 这个模组里面的物品呢 真的是非常的多呀 大致核心的玩法呢 就是驯龙骑龙 还有使用我们的龙来进行战斗 小伙伴呢 也没有玩过电脑版的龙骑士 但是作者的简介上面 是这么说的 这款龙骑士模组 是最还原电脑版上面的 甚至超越了电脑版 这种模组的模组 竟然现在就只需要看几个广哥 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好家伙呀 有本的小伙伴呢 不会玩 现在的话小伙伴就来简单的教大家 如何玩这个模组吧 在聊天窗口 打这几个字 就可以开启作弊模式了 我们用木棍点击龙袋呢 就可以直接孵化龙 孵化前呢 我们还可以安装各种宝石 来强化我们的龙的属性 也可以给它带来技能 每一种龙的孵化条件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森林龙 需要在森林里面孵化 水龙呢 需要在水里 火龙呢 就需要在岩浆旁边 野外刷新的龙呢 都会主动攻击我们 大家在生存模式下 一定要小心 我们亲自孵化成功的龙呢 它就会一直跟随我们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 它都会一直传送到我们旁边来 用下口哨 就可以控制它的行动 方便我们骑沉它 想让恐龙快速的长大 我们可以用深入 疯狂的喂它 就可以一直长大 然后骑龙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到它旁边 点击骑沉 就可以飞起来了 由于我们的这条龙呢 在孵化的时候 没有给它安装各种宝石 所以说的话 它就只有一个 最基础的飞行功能了 这个龙呢 也是有各种的装备的 我们只需要下蹲点击它 就可以给它穿上 各式各样的装备 带上了墨尹龙的头盔之后呢 真的感觉很可爱呀 有没有 想要我们孵化出来的恐龙呢 有技能 我们需要用这个水晶 点击龙弹 就可以啊 孵化成功之后呢 就有技能了 大家看小人的龙的话 已经是有一个喷火球的技能了 可以点击直接发射火球出去 哇塞 这个特效真的是非常的炫酷呀 总结 妥妥的一波被刺呀 里面的龙和一些物品 都是非常多的 适合生存模式下游玩 还可以自由的 DIY恐龙的样式和技能一些东西 以及和其他的模组联动 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下面一块免费模组 小小装饰品 这个模组的话 非常适合建筑党 用来做一些内饰之类的 模组面增加了11样 全新的装饰品 每一个的话 都是非常精细 非常细节的 而且里面的所有东西 都是可以在生存模式下合成的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 白蛮武器的宝箱 是一个打开状的 可以清楚的看到 里面的铁键和弓箭和盔甲 第二个箱子呢 是一个礼物箱 里面的话是黄金头盔和钻石键 还有钻石弓 这里能行 放在家里面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呀 第三个装饰品呢 就是一个小灯啊 这个小灯的话 是可以真实用来照明的 用来放在卧室的地板上 真的是非常的完美兄弟们 至少比原版的火把和银石 都要好看了不少 接下来的东西呢 就厉害了哈 是一个钻石矿 不过呢 这个钻石矿是被铁狗挖了一点点的 我的天哪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细节啊 上面的小方块呢 也是有刻画出来的 然后呢 是一把铲子 这个铲子 放在地上 简直是毫无违和感呀 兄弟们 把MC里面的东西 用来3D化呈现 还是比较厉害的哈 然后呢 就是一些雕像 这个没得说啊 就是一个简单的装饰品而已 接下来的话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下一个模组 接下来的免费模组呢 就是寄生虫完整版 好 教会啊 7万的下载量 直接是5.0的评分 这就是一个满份模组呀 它是一个免费的模组 居然做的这么良心 这个模组里面呢 增加了很多的全新生物 这个建模的话 都是重新制作的 因为那生物呢 都会在生存模式下 自然刷新 可以让我们来一场 生存挑战 寄生虫 加上精变一把一天 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的天 现在呢 小伙子就来简单的 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免费模组里面的 一些物品建模吧 这个模组里面的生物建模呢 简直是堪比那些 付费的模组里面 甚至还比一些 付费的模组 做的还要好 好 教会啊 这些生物看起来 攻击力就非常的高 我们就 不给大家调生存模式下了吧 因为呢 动物们也是被感染的 这个动物建模的话 也是重新制作了的 这个真的是 诚意满满的一个模组 还有一些村民啊 下上了这个模组之后呢 小伙子再也不敢 欺负村民了 最大的特点 就是击败完这些生物之后呢 它们的话 会生成更多的怪物 我的来说呢 这个模组确实挺不错的 只不过这个难度有点高 适合 带上自己的小伙子 一起来游玩 今天的最后一款 免费模组 基岩传说 神器 但是同样 200万的下载量 4.8的评分 又是一款高分模组呢 这个模组里面的话 增加了非常多的神器 这些神器的话 都是可以在生存模式下制作的 内容呢 还是比较多的哈 我们就来简单的 看一下这些神器的一些外观吧 因为视频已经15分钟了哈 看到这里的小伙子 基本上都是一些铁粉了 还在看到小伙子呢 可以在大门点 扣个一 小伙子的话 看一下 还有多少人 啥基岩挖不动 只需要用我们这把 鲁伯托之稿 就可以挖动我们的基岩了 鲁伯托之类呢 是一种非常坚硬的东西啊 甚至可以挖动基岩 这里呢 模组里面最厉害的一把武器 就是那把黄色的神圣之剑了 它一共有999的伤害 总的来说呢 这个模组的话 也是非常的不错 200万的下载量 居然有4.8的高分评价 那么好 今天的五款免费模组呢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很感谢各位收看 喜欢新的视频 一定要关注点赞评论 我们就下期见 大家拜拜